手里拿着送货单一项一项核对 但这可不是物流司机 而是 你没看错小黄问奖秒变物流士 把商品一个一个搬上车 现在大家没事不出门 网拍一直买货运大塞车 北市因此松绑法规 让小黄支援送货 自然车业者确实只剩下两层 我们希望至少能够在 他的生意能够多两层出来 以大车队为例 三公里范围内要一百一十五元 三到五公里一百八十五 如果是五到十公里则是三百元 只要车子放得下不限件数 小黄司机现在不只能载人还能载货 因为疫情冲击下 业者现在推出三公里运费一百一十五元 我们就带您来实测 载人或载货到底价钱有没有差 实际开了三公里 价钱大约是一百三到一百四十五左右 拆车时段等红灯表照跳 可能还更高 但送货的就是一口价 三公里内不论远近就是一百一十五 这价钱对经常需要运送的网拍业者 有吸引力吗 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并没有这么适用 而且我们不可能把这些价格的问题 成本问题转嫁给消费者 速度比较快 但相对成本会提高 看来兴趣不太高 毕竟商品也不会只送同一个点 很常需要跨区寄送 随便都超过三公里 实在不符成本 民众也大多觉得除非有极箭要运送 不然还是宁愿多花一点时间的 公告了 一定定了相关的规则 那只要有故意 封台价格一定会严惩 毕竟政府要大家别出门 能挡住群聚 但挡不下这波宅经济 民众如果想快点拿到商品 多了新选择 但就得多花点钱 买时间 TVBS新闻红富豪中海域 台北长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